兩輛造車在路口處轉彎時 乏身碰撞 裝潔力道相當大 BMW的車頭全毀 另外一輛車車身也整個撞凹一個大洞 滿地都是零件碎片 救護車抵達事故現場 先評估駕駛的傷勢 一號晚間11點多 在台中台灣大道二段中明南路口 兩輛車發生交通事故 俗信人都沒有大礙 但是BMW車上幾個月大的小寶寶 則是被嚇到大哭 小孩子有哭啊 小孩子有哭 有有有 只是他因為他現在骨頭比較軟 所以還好 小孩子有怎樣嗎 先去醫院檢查一下 爸爸跟朋友視訊說明情況 警報著小朋友在懷裡 經過一番安撫之後寶寶不哭了 不過BMW駕駛為了要方便照顧小孩 把嬰兒座椅放在副駕駛座 相當的危險也違反了法規 如果查貨有違規的話 爸爸最高會被開罰三千元 而身後原因 警方逐步清查 BMW駕駛駛 駛駛也違反耗製 會再根據影像進一步釐清 其日本新聞廖汪駛 許立凡影才台中場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